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晚年长寿的六大生肖,尤其是其中的第二名,据说能够活到105岁。 如果你正在观看这个影片,那就恭喜你已经接近健康长寿的门槛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幸运将降临到你身上,不仅健康长寿,而且财运亨通。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别忘了点个赞,留个言,祝愿大家顺顺利利,四季安康。 相信这个祝愿会为你带来更多的健康和幸福。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长寿一直是人生三大福之一,福、禄、受三者其头并进。 长寿不仅仅意味着岁数的增长,更代表着一个人能够健康,安宁地度过人生的黄金岁月。 而在十二生肖的文化中,某些生肖更是被赋予了与长寿密切相关的象征和寓意。 这些生肖的长寿之道,不仅体现在命理学上,也深受民间信仰的推崇。 接下来,我们会详细分析六个与长寿关系密切的生肖, 他们为何特别容易拥有长寿的福报, 以及这些生肖的人如何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健康长寿。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长寿。 长寿不仅仅是指寿命长,更重要的是要健康无病,生活质量高。 这意味着在享受长寿的同时,仍能保持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生活态度。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长寿也被视为一种福气,是人生幸福的标志之一。 因此,长寿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表现, 还与内在的心态、生活方式、养生方式,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密切相关。 长寿的关键要素包括乐观的心态、自我调节能力、健康的生活方式,少欲寡求。 正是因为这些因素,长寿被认为不仅仅是命运的恩赐, 还是一种通过修身养性、乐观心态以及健康生活习惯来实现的福气。 在十二生肖的文化中,长寿不仅仅是岁月的积累,更是心境、性格和生活方式的反应。 有些生肖由于其独特的性格特质,往往能够在晚年时享受平静和谐的生活,从而延长寿命。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六个被认为与长寿密切相关的生肖。 这些生肖的人不仅有长寿的潜力,还能够通过独特的生活态度与养生方式,获得健康和财富。 首先要提到的是属马的人。 属马的人以从容淡然的生活态度著称,他们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洒脱与豁达,能够从容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起伏。 这种豁达的心境,不仅让属马人能够坦然接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更有助于他们减少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 在现代社会,压力无处不在,而属马人的淡然态度正是他们能够避免因压力而导致健康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 属马人通常崇尚简约的生活方式,不喜欢被复杂的事物所困扰。 他们懂得如何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享受简单而充实的时光。 正是这种懂得从细微事物中寻找快乐的能力,使得属马人能够在日常琐事中保持心情愉悦。 他们往往能从一杯清茶,一场夕阳中获得满足。 这种不追求奢华、知足常乐的生活方式,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轻松自在,享受平静与幸福的时刻变得更加自然。 除了生活态度上的从容,属马人的运势也通常非常顺利。 尤其是在中晚年阶段,属马人往往能够收获意想不到的财富和健康。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需努力,而是他们懂得顺势而为,不急于求成。 正是这种乐观而积极的心态,帮助他们在生活中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病痛和烦恼。 在面对困境时,他们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找到适当的方式化解问题,进而使自己走出困境。 因此,属马人的长寿之道就在于他们始终保持平和的心境, 懂得如何远离压力,追求宁静与简单的生活方式。 只有当心灵和身体都处于和谐状态时,长寿和健康才能自然而然地伴随而来。 保持简约的生活方式,尽量远离生活中的压力, 多多享受那些被忽视的小快乐,才能真正体验到平静与幸福的美好。 接下来是属牛的人,牛属人以其坚韧和踏实的性格稳理, 他们的毅力和稳定性在十二生肖中尤为突出。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属牛的人始终脚踏实地, 勤勉务实,几乎从不轻言放弃。 这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帮助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逐步实现目标, 积累经验,从而为事业的稳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这种务实的态度,使得他们能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保持平稳, 不积功尽力,也不因暂时的挫折而气馁。 在健康方面,属牛人的这种沉稳性格也是他们长寿的重要因素之一。 他们懂得生活的节奏,不会轻易被外界的喧嚣所打乱。 这种内在的稳定感,使得属牛人能保持一个良好的身心状态, 减少因情绪波动带来的健康隐患。 同时,他们往往也非常注重养生, 懂得如何通过适当的作息和饮食来维持健康的体魄。 属牛人还特别重视家庭和情感的稳定。 他们深知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 因此总是努力为家人创造一个安定、温馨的生活氛围。 在他们的观念里,家庭是内心宁静的源泉, 稳定的情感生活则是精神之处。 无论是与伴侣的相处,还是对孩子的教导, 属牛人都倾注了极大的耐心与关爱。 这种深厚的家庭纽带,使得他们在生活中拥有情感上的支持和依靠, 能够有效缓解日常生活中的压力, 从而保持心理和身体的平衡。 总之,属牛人的长寿秘诀, 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坚韧与踏实, 还在于他们对家庭与情感的重视。 内外兼修的生活态度让他们在晚年时不仅享有健康的体魄, 还能体验到家庭和睦, 情感充实所带来的幸福感。 保持勤勉务实的生活态度, 继续关注自己的健康, 并珍惜家庭中的每一份和谐与幸福。 这样一来, 健康与长寿自然而然就会伴随而来。 第三个要介绍的是鼠龙的人。 鼠龙的人以其高超的自我调节能力著称, 这种能力不仅体现在他们对情绪的控制上, 也体现在他们对生活节奏的把握上。 鼠龙人能够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 时刻保持一种内在的平衡, 既不基于求成, 也不会让外界的喧嚣打乱自己的步调。 正是这种善于调节的特质, 让他们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中游刃有余, 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压力。 在现代社会, 压力是影响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鼠龙人凭借他们沉稳的心态, 能够有效地减轻这种负担, 使身心保持和谐。 鼠龙人的静养生息, 也是他们养生的一个重要秘诀。 他们懂得如何让自己在需要时慢下来, 避免过度劳累。 与其他生效相比, 鼠龙人通常具有更多的耐心, 他们不基于追求短期的成功, 而是懂得如何积蓄力量, 等待合适的时机。 因此,在生活和事业中, 鼠龙人通常会更为从容, 能够以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 这种不及公尽力的态度, 帮助他们避免了许多由于急于求成, 而导致的焦虑与不安, 使得他们在面对困难时更加冷静, 能够以最合适的方式应对挑战。 在健康方面, 鼠龙人同样展现了他们的智慧。 他们深知保持身体健康 不仅仅依赖于外部的养生方法, 还需要内在的平衡与调节。 因此, 鼠龙人非常擅长通过调整生活节奏 来维持身心的稳定。 当他们感到压力过大或身体疲惫时, 会及时采取措施, 让自己得到充分的休息与放松, 避免陷入过度紧张的状态。 这种自我调节的能力, 让鼠龙人能够保持较为稳定的身体状态, 即使在面对工作或生活的巨大压力时, 他们也不会轻易受到情绪波动的影响。 因此, 鼠龙人的长寿之道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养生习惯, 还在于他们懂得如何调节自己的生活节奏, 保持内外的平衡。 正因为如此, 鼠龙人在晚年通常能够享受健康长寿的生活, 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得到了良好的保养与呵护。 注重调节生活节奏, 避免因过度紧张和压力影响健康,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压力, 健康自然会伴随而来。 鼠龙的人性格温和, 擅长与人相处, 他们与他人的交往总是显得得体大方且融洽。 他们具备较强的社交技巧, 能够在人际关系中保持和谐的氛围, 这让鼠鸡人极少与人发生冲突。 无论是在家庭、职场还是朋友之间, 鼠鸡人总能展现出平和与亲切的态度, 这不仅让他们更容易赢得他人的信任与支持, 也是他们的生活显得更加平静安稳。 心胸开阔的鼠鸡人很少会计较得失, 他们不愿意因小事与他人争执, 这种豁达的心态让他们在面对各种矛盾和冲突时, 能够泰然处置,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心理压力。 在心理健康方面, 鼠鸡人能够以宽容与乐观的心态, 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挑战。 这种心理上的健康与稳定, 使得他们很少受到负面情绪的困扰, 也极大的减少了他们在生活中积累的压力。 研究表明, 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鼠鸡人的性格特点, 使他们能够长期保持一种内心的平衡, 从而远离许多由压力和焦虑引发的健康问题。 正因为如此, 鼠鸡人往往能够拥有较长的寿命和较好的生活质量。 此外, 鼠鸡人的社交生活在晚年也格外重要。 因为他们性格温和, 与人相处融洽, 鼠鸡人在退休之后, 通常能够保持一个广泛而稳定的社交圈。 无论是老朋友、亲戚还是新结交的伙伴, 鼠鸡人都能在这些关系中感受到关爱与支持。 亲朋好友的陪伴和关心, 不仅让鼠鸡人在情感上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同时也为他们的精神健康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情感的充实和社交网络的支持, 都是鼠鸡人晚年保持健康与长寿的重要因素。 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不仅让鼠鸡人收获了幸福的情感体验, 也为他们的长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人际关系的和谐往往能够缓解生活中的许多压力, 并帮助人们在情感上获得慰藉, 这些都对鼠鸡人的长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保持宽容的态度, 继续注重与他人的和谐相处, 心胸开阔的心态有助于你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保持心理和生理上的健康与长寿。 鼠鸡的人活力充沛, 精力旺盛, 他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里, 鼠鸡人总是显得充满干劲, 能够迅速投入到每一件事情中, 并展现出卓越的专注力和执行力。 尽管他们经常面临繁忙的日程, 但鼠鸡人却很少感到疲惫, 因为他们有着很强的自我管理能力, 懂得如何在高强度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中找到适当的平衡。 他们不会让自己陷入过度劳累的状态, 也不会因为懒散而浪费宝贵的时间。 正是这种适度的节奏感, 让鼠鸡人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 并且在每个阶段都充满活力。 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时, 鼠鸡人表现出积极乐观的心态。 他们善于用冷静和理智的方式去处理复杂的局面, 始终保持平和的心境。 即使遇到困境, 鼠鸡人也不会轻易被打倒, 反而会更加冷静地分析局势, 寻找解决方案。 他们不轻言放弃的精神, 让他们能够在生活中稳步前行, 不被一时的挫折所困扰。 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为鼠鸡人的长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化解生活中的负面情绪, 保持心理的健康和平衡, 进而减少了许多由压力和焦虑引发的健康问题。 乐观的心态不仅体现在鼠鸡人的工作表现上, 还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无论是在人际交往中, 还是在日常的休闲娱乐中, 鼠鸡人总是能够找到乐趣, 并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情。 由于他们善于放松自己, 懂得如何平衡紧张的工作和生活压力, 鼠鸡人的身体通常非常健康。 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平衡, 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 避免让自己过度疲劳或陷入压力之中, 学会适时放松,调整心态。 如此一来, 健康和长寿将成为你生命中的自然回报。 最后要介绍的是鼠猴的人。 鼠猴的人性格开朗, 天生充满正能量, 他们的活泼和乐观, 使他们在生活中始终保持愉悦的心情。 无论遇到多大的挑战或困境, 鼠猴人总能以积极的心态去应对。 他们不轻易被消极情绪影响, 也不让压力长期滞留在心中。 鼠猴人擅长将困难视作生活中的一部分, 并相信每个问题总会有解决办法。 正是这种开朗豁达的性格, 让他们能够以从容的态度面对生活的波折, 使得他们能够快速从挫折中恢复过来, 保持心态的平衡。 鼠猴人的乐观精神不仅让他们远离负能量, 还帮助他们减少了来自生活各方面的压力。 长期处于轻松、愉快的心理状态, 对健康有着极为重要的帮助。 现代医学也证明, 乐观开朗的人更容易保持良好的心理和生理状态, 患上与压力相关的疾病的几率也会大大降低。 鼠猴人正是凭借这种心态, 能够有效规避许多因压力和焦虑而引发的健康问题, 使得他们的身心更加健康, 寿命自然得以延长。 不仅如此, 鼠猴人通常在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色。 他们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和敏捷的思维, 无论是在职场还是生活中, 都能够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取得成功。 总的来说, 鼠猴人凭借他们乐观的天性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不仅在事业和财运上获得成功, 同时也享受着丰富多彩的生活。 他们懂得如何处理压力和困境, 懂得如何知足常乐, 这些特点为他们的长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继续保持乐观的心态, 善于以积极的方式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 在繁忙和挫折面前保持平衡, 健康长寿将自然伴随你的一生。 不论你属什么生肖, 追求长寿的秘诀都蕴含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 良好的心态, 健康的习惯, 家人的关爱与财运的顺势而为, 都是构成幸福人生的关键因素。 通过借鉴这些生肖的智慧和生活态度,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之道, 迈向健康长寿, 富足圆满的生活。 最后, 别忘了点赞, 订阅, 并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生肖, 并写上接好运发大财, 让更多的好运伴随你。 祝愿大家财员广进, 四季安康, 福星高照。